元旦一大早 軍事民就記錄到 有兩架次的共機擾臺 一度距離恆春不到五十里 軍事專家分析 中共延續軍機頻繁擾臺的動作 未來強度有增無減 學者則認為 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的新年賀詞 延續了一國兩制兩岸統一的論調 未來兩岸關係恐怕將持續艱困 原旦一早 軍事民就記錄到兩架次軍機擾臺 一度距離恆春不到五十海里 我空軍也廣播驅離 並且全程監控 新的一年 共機擾臺威脅的動作不減 海軍也發布最新的形象影片 雄風二型三型飛彈的車隊 出動 也佔駕設 舉聲 新的一年持續捍衛海疆 守護家園 軍事專家認為 未來共機擾臺的強度有增無減 加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新年賀詞 延續兩岸統一的論調 學者認為 未來兩岸關係恐怕將持續艱難 中國國台辦回應蔡總統元旦談話 雙方 雙方